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来说一桩发生在21年的案件 21年3月30号正是在疫情期间 湖南武冈发生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命案 一个16岁的姑娘 还有她的爷爷奶奶都被残忍的杀害了 这起案子这一下子闹出来四条人命 您各位该说了 错了吧 姑娘爷爷奶奶这不仨人吗 这个16岁的姑娘啊还怀着孕呢 那么最终查来查去 凶手是谁呢 是这个姑娘23岁的男朋友 那么情侣之间发生了什么 要让这个小伙子 让这犯罪嫌疑人下次毒手呢 咱们先来说 这姑娘啊 姓刘 叫刘运 这刘运呢 初一的时候 认识了比自己大七岁的男朋友 罗军 因为刘运家呀 经济条件不好 爹妈得出去忙活呀 出去打工啊 得养家糊口啊 所以刘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跟父母分开了 由爷爷奶奶照顾着 尽管说啊 刘运从小挺懂事 知道求爹妈爹妈也回不来 尽管他不会跟自己的父母那么念念乎乎的 但是心里边啊 特别羡慕那些父母陪在身边的小伙伴们 2013年暑假的时候 这刘运呢 在朋友的劝说之下 一起啊 就去网吧玩去了 到了网吧里边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啊 抽烟的骂街的 刘运呢 感觉很新奇 这跟平时在学校里边的感受不一样 于是就越来越向往网吧这个地方 感觉这是一块自由的天地 在朋友的教导之下 他呢 注册了QQ号 还添加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个人呢 就是罗军 咱们小时候玩QQ 估计您各位都添加过陌生网友吧 一般也就是胡聊聊就得了呗 没想到月聊 刘运呢 感觉越喜欢这个男生 那一段时间呢 刘运没事就去网吧玩去 天天呢 都得跟这罗军聊天 一聊呢 就是好几个钟头 在聊天过程之中 他才知道这个男孩子叫罗军 20岁 是哪的人呢 龙回县人 龙回县 原来名气并没有那么大 这两年突然那首特别火的歌 早安龙回 一下子把这县的知名度就打上去了 在聊天的过程之中 这刘运知道这罗军呢 比自己大七岁 刘运小女孩啊 好些个小女孩都喜欢比自己大的男生 心里呢 就有了一种崇拜感 这罗军二十了 油嘴滑舌的 这么着 这刘运就答应了罗军的表白 俩人呢 就算谈起恋爱了 虽然也没见面呢 但是啊 这网恋谈的啊 嘿 让刘运感觉这个幸福啊 在刘运眼里 罗军呢 幽默风趣 并且呢 对自己是温柔体贴 带给他无尽的温暖 所以啊 这刘运后来 就在罗军的哄骗之下 心甘情愿的辍学了 不上了 跟着罗军就私奔了 当时那一天呢 刘运呢 大早上起来 跟平时一样 出门上学去了 晚上可没回家呀 平时放学之后啊 这刘运总是会找借口啊 就说老师要留下给我补课 晚回来一点 但是从来没出现过 晚上十一点还没回家的情况 刘运的爷爷奶奶急的都不行了 左等右等 等了一夜 还没等着孙女 赶紧就报了警了 一开始啊 警方也认为 刘运是遭遇什么意外了 赶紧查吧 但是后来 在刘运家里边 尤其刘运房间进行搜索的时候 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 是写给爷爷奶奶的 在信里呢 他就坦白了 我呀 跟一个男孩子谈恋爱了 他叫罗军 还说自己啊 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 想要永永远远的 跟罗军在一起 在看完孙女的信之后 刘运的爷爷奶奶傻眼了 哎 我这孙女多乖呀 怎么突然就 怎么还搞对象呢 怎么就跟人跑了就 两位老人呢 当时就六神无主的 赶紧拨通了刘运爸妈的电话 爷爷说一句 奶奶说一句 哎 你一言我一语 这刘运的父亲刘兵 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刘兵啊 也不敢相信 但冷静下来一想 那肯定是真事啊 他呢 直接给刘运的班主任 打了一个电话 这一问才知道 最近刘运根本就没在学校补过课 并且说呀 他最近一段时间 在上课的时候状态很差 成绩大幅下滑 听到老师的这些消息 刘兵啊 当时心里沮丧的都不行了 当然在沮丧担忧之外 还有一股子气愤 一股子怒火 不过最主要的 当务之急 还是得找着自己的女儿啊 经过多番寻找 这刘兵呢 终于在龙回县的一个破出租屋里 找到了女儿刘运 看到刘运的时候啊 刘运正和罗军 躺在一张床上呢 十几岁还上学的女儿 现在跟一个陌生的小伙子 躺一张床上 这当爹的刘兵 那肯定是气得不行了呀 冲着刘运跟罗军呢 这就是一通骂 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啊 抓紧跟这个男的断了 跟我回家 好好念出去 刘兵本以为 平时老实的女儿会跟自己回去 可没想到 这一回啊 女儿这拗脾气也上来了 一把就推开了刘兵 我不回去 也不想读书 我就要跟罗军在一起 你再逼我 我就死给你看 说完了 就往窗户边上就跑过去了 见女儿用自杀来威胁自己 刘兵怕女儿真出事啊 只能妥协了 行行行 我不逼你 你别想不开啊 最后 这就以刘兵的妥协而结束了 回家之前 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刘运 就嘱咐他一定好好地照顾自己 看着父亲失望地离开了 刘兵心里啊 反而很高兴 很爽 他认为 我自由了 这是自由的感觉 这是青春的味道 一转眼啊 这刘兵跟罗军在一起就两年多了 一开始 罗军呢 是挺疼护刘兵 但后来日子长了 俩人处习惯了 这罗军呢 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罗军没什么文化 之前跟刘兵聊天的时候幽默风趣 也就是那三言两语 并且这罗军呢 认识了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 抽烟酗酒 坏毛病一堆 喝醉之后啊 还有着特别严重的暴力倾向 动不动就打人 每回喝醉了 不敢打外边人 那就回去打刘兵 看着刘兵在自己的虐打之下 在那哭着叫着 可是没力气还手的样子 罗军就特别的兴奋 面对这样的罗军 刘兵呢 也失望了 但是呢 失望之中 还有着一丝期望 就希望这罗军 能够改邪归正 怎么可能呢 等待着刘兵的 是一次比一次 更加严重的殴打和辱骂 难道刘兵就没想过反抗吗 最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让这罗军 对刘兵一家人痛下杀手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刘兵呢 跟罗军在一起之后 可没过好日子 整天罗军对他不是打 就是骂 刘兵呢 整天的就生活在这种 暗无天日的 无尽打骂的状态之中 所以啊 别看十五岁的年纪 看上去 甚至都有点老气横秋的了 很憔悴 可即便这样 刘兵 还是不敢把这些事 告诉给家里人 毕竟当时是自己 跟爹妈大吵一架 非得跟罗军生活在一起的呀 每回家人打电话的时候 刘兵呢 也都假装没事似的 唠一些家常里短的小事情 聊聊自己的生活 对于罗军的打骂 一个字都没提过 刘兵本以为 自己就这样忍耐下去 日子总能够熬到头的 直到有一天 刘兵发现 他呀 怀了孕了 刘兵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才十五岁呀 发现怀孕之后 很紧张 哎呀 我该怎么做一个妈妈呢 他呀 就开始发了风似的啊 在网上查 包括买书 就学习这些孕产知识 打算把孩子呀 生下来 罗军呢 还跟之前一样 天天外边胡混 每天呢 喝得一身酒气 这才回家 一开始呢 他还估计刘兵是孕妇 肚子里边是自己的孩子 控制自己的脾气 尽量不打不骂 可时间长了 他感觉这日子太不爽了 他怀着我孩子 我就不能打他了 那不行啊 我得打呀 此时此刻刘兵 已经到了孕中期了 哎 这罗军呢 真是什么也不顾忌了 该打打 该骂骂 并且呀 还抄家伙打呢 每回挨打的时候啊 刘兵呢 就用俩手 拼命的护住自己的肚子 保护自己的孩子 眼瞅着 这肚子越来越大 这孩子呀 看来是没受到伤害 刘兵呢 感觉实在没办法了 我要让他平平安安的出生 不能再这样了 万一 真让他把孩子给打流产了 怎么办呢 他呢 主动拨通了父亲刘兵的电话 哭着喊着说 爸 我要回家 刘兵啊 接到电话的时候 还是挺开心的 这么多年了 是女儿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 但是 接起来还没说话 就先听见刘运在那哭呢 爸 我怀孕了 现在快六个月了 罗军对我一点也不好 经常打我 爸 你快带我回家 我不想跟他过来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刘兵没法接受啊 他呀 本来想责备刘运 但再一想责备有什么用呢 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 别哭 等着爸 爸这就带你回家 挂断电话 刘兵衣服都没换 拿起来车钥匙 就去接女儿回家 几个小时之后 刘兵啊 终于赶到了刘运住的出租屋 看着正在楼底下等着自己的刘运 刘兵心里不是滋味啊 回到家之后 家人们都有点恍惚啊 刘运两年没回过家了 现在的刘运 蓬头垢面 当时 那个青春的水灵的漂亮的女儿 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呀 刘运呢 在回家路上也没说话 就坐在副驾驶上 刘兵呢 也怕刺激着他 俩人一路沉默着 一句话没说 到家以后 爷爷奶奶 在那哭的都不行了 刘运呢 也哭成了一个泪人了 他呀 心里边对家人那是无尽的愧疚 他本来还怕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责备自己 但是 父母也好 爷爷奶奶也好 一个字都没说 只是默默的握着他的手 把他领回屋里 刘运呢 感觉松了口气 终于逃脱 罗军的魔爪了 而这头的罗军 气得都不行了 那天呢 又出去喝酒去了 喝完酒回来以后 打算去房间里边跟平时似的 把这刘运叫醒了 先吵呗 吵完了不爽就打呗 但是一进卧室 发现屋里没人 罗军这酒可就醒了一大半了 赶紧开灯 找刘运 人没找着 但看桌上有封信 看了两眼 把罗军气得 一下子 把这信呢 撕得粉碎 行了 刘运 我好吃好喝供着你 还跟我玩逃跑的鬼把戏 想带我孩子跑 门都没有 第二天 罗军呢 就买了去武冈的车票 打算把刘运给抓回来 到了刘运家门口之后 玩了命的 敲刘运家的大门 刘运 我知道你在家呢 马上给我滚出来 这么大的动静 让刘运呢 一下子惊醒过来了 给他吓得都不行了 靠在墙角那缩成了一团 得亏这几天呢 刘兵一直待在家里呢 听到敲门声 刘兵也气得不行了 好啊 小子 我没找你呢 你倒找上来了 罗军 我没找你算账 你还送上门来了 我告诉你 刘运身上的瘀青 我可都拍下来了 你要是再穷追不舍 小心我拿这些证据 去法院告你 罗军呢 说实话 面对刘兵的时候 还是有点发怵的 这一回呢 他没敢怎么样 灰溜溜的就走了 但是他发誓 一定要给刘家人一个教训 离开刘运家之后 他可没急着离开武冈 反而在刘运家附近 租了个小屋 时刻观察刘家人的动态 过了一些日子 刘兵见罗军也没再来 感觉这事就结了呗 所以呢 就又回去开始正常工作了 哪知道 就在这时候 罗军动手了 2021年3月30号 罗军呢 高架雇来了一个帮手 叫尹平 俩人来到了刘运家 先是敲门 刘运的奶奶呢 也没防备 也没问是谁 就把门打开了 一看外边 一个罗军 另外还有一个壮士的大小伙子 老人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他们的一刀刺中了心脏 罗军把刘运的奶奶捅倒之后 一脚踹开大门 打算找刘运行尸问罪 这时候 爷爷听见门口有动静了 出来之后赶紧看看怎么回事 也还没反应过来 罗军呢 拿着水果斗 可就刺穿了刘运的爷爷 眨眼之间 连杀两个人呢 罗军显得兴奋极了 走进屋里 拽着刘运的头发 拳打脚踢 根本不顾及刘运还有身孕 更何况怀的 还是他罗军的孩子呀 你不有能的吗 你接着跑啊 你爸还想去法院告我是吧 我现在就让他知道知道 什么叫后悔 说完了 他跟故来的那个人 俩人用被子把刘运活活捂死了 这时候 把人都杀光了 罗军看看地上的血 他知道 再待下去 肯定得被逮着呀 赶紧 俩人就逃离了案发现场 很快 刘运爷爷奶奶的血 从屋里渗了出来呀 路过的人们看见了呀 有人壮着胆子走进去看看 结果被吓了一跳 立刻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案 立刻来到现场 经过调查 很轻易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就是罗军和尹平 最终将两人成功抓获 这个案子就给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